嗨,大家好,我是莫莉 好久不见,大家都好嘛 先祝大家国庆快乐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大家等了很久的秋季人 那这个时候没有看过我视频的朋友 可能会一头污水了 啊,什么是秋季人呀 没关系,看没看过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群人 他们的风格在人群中足够的鲜明和特别 我们现在来看几组照片 首先是新纸雷 很多人都说他自带一种高级的气质 那在这几张图片里 新纸雷小麦色的皮肤完美适配 大地色系的妆容和衣服配色 让他那种高级感直接拉满个艺术屏幕 但是如果把他的妆容和衣服配色 改成冷掉或者说粉嫩的配色的话 违和感马上就出来了 第二个是王菊 他也是在穿这种金棕色系的衣服和妆容配色的时候 气场全开 非常有欧美风的那种高级感 而换成粉嫩感的妆容配色 或者显色度高的口红 都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最后一个是汤维 他的高级感和前面两个人的外显形式是不同的 金棕的大地色系的配色 让汤维看起来非常有文艺感 但是换成太亮或者太冷色调的衣服配色的时候 都不如大地色在他身上来的和谐 OK 那看到这里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你们觉得是什么样的共性 让上面这些人都适合大地色系的配色呢 又是为什么他们穿这些颜色的时候 就会自带一种高级的气场呢 如果你觉得是因为他们本来就自带高级的预解气质 抠一 觉得是因为他们的皮肤肤色深 抠二 在30岁以上的属女年纪 抠三 长相成熟 抠四 他们的季节色彩是秋季系 抠五 显然这些答案大家也能猜到 显然就是五啦 那前面四个呢 都是部分秋季人会有的特征 不是全部 那至于什么是季节色彩 以及如何诊断自己的分类呢 我之前有出过一个视频专门讲这个 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简而言之 季节色彩是根据人的天生发色 肤色和铜色 把人分成12个不同的季节色彩分类 对应着12个不同的色彩组合 那穿对适合自己的色彩 就可以凸显你原本的气质 比如说这期的秋季人 在穿对适合自己的大地 金棕色系的衣服的时候 就会显得知性高贵 而错误的颜色 只会掩盖掉他们原本的气质 首先 怎么确定你就是秋季人呢 有以下四点 第一 你是中性皮或者暖皮 而且皮肤很少半红 这里提醒大家一点 不要觉得自己皮肤黄就是暖皮 其实亚洲人里面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黄中带绿的橄榄皮 也就是冷皮 那判断自己皮肤的暖皮的方法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 有详细展开讲过 不确定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期视频 好 说回来 第二点特征 鸵色 姜黄 金色 棕色 咖色 这些温暖的大地色系 都是你的本命色彩 而太冷的色彩 比如说紫色 蓝色 又或者说是太亮的色彩 比如说眉红 白色 都不适合你 第三 你适合豆沙色 砖红色 或者橘调的口红 而不适合眉红色这种太亮 或者紫调这种太冷调的口红色彩 第四 你天生自带有一种知性 高贵感的气质 那以上自带有几点是你符合的呢 可以把你符合的序号打在公屏上 那一到三点是刚性需求 你必须要符合 第四点是秋近十人 大多数共有的一个特征 也就是说 如果说一二三你都符合 你就已经是秋季人了 秋季人身后的色彩 就像这张秋天的 落叶冰奔的花园一样 色彩非常的浓郁 但同时又非常温暖的感觉 他们身后的色彩有三个要点 第一 他们都是以黄调为主的暖色系 包括米金棕咖的大地色系 以及暖绿水粉等 第二 色盘上的深色会比浅色更多 第三 他们的色彩明度是不高的 换句话说 就是没有那些非常鲜艳 非常明亮的色彩 对他们的色彩雷区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三个特点反过来 一 非常冷的色彩 比如说蓝紫色系 还有黑色 第二 非常明亮的色彩 比如说眉红 明黄 第三 非常浅的色彩 比如说白色 好 接下来我们说说秋季人的妆容色彩 首先秋季人适合的眼影 简然就是米金咖宗色系的 大地色的暖色眼影 没想到吧 这种所谓的最热门最基础的 大地色眼影色盘 居然只有秋季人才是最适合的 手里有一大堆金棕色系的眼影色盘 但是还不是秋季人的人 弹幕里举个手我看看 秋季人的眼线色彩 可以是棕色 深绿或者深紫 但不推荐纯黑眼线 会对他们来说太浓重了 三红的眼色显然就是要橘调 或者装红色系 秋季人的口红色彩非常有特点 他们的本定色彩是装红 橘红 或者裸色玫瑰豆沙色系 还有那些非常适合 欧美裸色系口红的姐妹 基本上都是秋季人的 像我自己试了东秦 涂那种秋季人的 吃土色的口红 那叫个瓦 好 看在这里呢 只够50%的秋季人使用 非常鼓励大家继续探索 自己的细分分类 因为秋季型的三个细分分类 差别还是很大的 柔秋型最大的特点 是他们的面部天然色彩的 不分明和暧昧无清的感觉 他们的皮肤通常给人一种 灰灰猛猛的感觉 可能单看大家这种灰猛感 还不那么明显 这里我们把面容发挥的 柔秋型的碗碗 和皮肤光泽度特别强的 亮东型的泛明镜 对比起来看 这种发挥的感觉 就会非常的明显 那柔秋型的第二特征呢 是中性或者中性偏暖的皮肤底药 也就是说对比而言 暖色会比冷色更适合你 但对那些绝对中性 没有任何偏好的姐妹来说 柔秋和柔夏的色盘 都是适合你的 我们把三个细分分类 对比起来看就会清晰的多 那柔秋的色盘 就是典型的莫兰紫色系 就是那些让你说是什么颜色 你说不上来 但是前面加上雾霾二字 你就说得出来的颜色 比如说雾霾蓝 雾霾紫 雾霾粉 所以能把柔秋 区分出来的几个关键色彩 第一 只有柔秋能够驾驭的 这些充满灰调的粉紫色系 第二 只有暖春能驾驭的 这些芥末黄 金色 橙色 柔秋是穿不了的 第三 只有深秋能够穿的 觉得属于柔秋的 有婉婉 汤唯 哎 Jenny 因为首先从深涂的面容来看 它们都是很明显的 有一种灰蒙感 所以这就只剩下柔秋和柔夏了 而能区分出来 它们是柔秋的 是因为它们呢 很好的穿米宗金卡色系 而柔夏的最佳色彩 像蓝色系 前纸色系 不是最深它们的颜色 那从衣服来看呢 它们确实也是穿 莫兰迪色系的衣服 显得非常有气质 而太明亮的色彩 就会有一种衣服穿人 一圈冰躲住的感觉 那柔秋在妆容选择上面呢 和另外两个分类最大的差别 是口红颜色的充满灰调和浅 它们的口红色彩 就是典型的玫瑰豆沙色系 包括欧美妆爱用的裸色系 而深秋适合的 非常深的妆红暗红 或者暖秋适合的 非常团阵的橘色口红 都不适合柔秋 那口红质地呢 也是推荐仰光质地 腮红的颜色和质地选择 和口红一样 眼影的色彩呢 集中在米喀色系 也有绿色和蓝色 整体色调更偏中性一点 质地呢 同样有点亚光质地 那柔秋在进行色彩搭配的时候呢 要注意还原柔秋天生的 低对比和暧昧不清感 所以柔秋适合的色彩搭配法则 第一 同色系穿搭法 比如说同样都是蓝色系 但是在深蓝或者浅蓝 或者亮蓝或暗蓝之间 去进行搭配 而且同色系的穿搭法则 只有夏季的 以及秋季里面的 柔秋和暖秋才适合 第二 临近色法则 比如说用色牌上的蓝色配绿色 第三 用色牌上的浅色的中性色 去搭配色牌上深一点的色彩 暖秋最大的特点 就是绝对暖掉的皮肤底色 中性皮的姐妹可不会是暖秋哟 而且暖秋的姐妹 在晒黑以后会非常好辨认 能够晒出健康的小白色的 都是暖掉的皮肤 而晒后透着一种 滤青滤青的色泽的 湿冷皮 那肤色浅一点的暖秋呢 会不那么好辨认 但是仔细观察也能观察出来 她们的皮肤不管在任何的灯光下 拍照很难拍出一种清清的感觉 而且打棕色系的修容 都显得非常高级 而冷皮拍照 哪怕是比较白的肤色 也很容易拍出一种白的发青的感觉 暖秋色的色彩也非常有特点 同样我们三个色盘并起来看 就能很明显的看到 只有暖秋能驾驭一种 落日余晖般的 黄色金色鱼色系 这是一个非常好区分出暖春的点 所以从深图来看 我觉得属于暖秋的女明星 有张军令 朱朱 洋彩绿 她们无一例外都是能非常好的 驾驭 姜黄 金色 和橘色 而非常不适合冷掉的 蓝紫色系的类型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 不是春季也能驾驭橘色吗 是的 所以说区分春秋两季 你就要看它适不适合明黄色 或者鲜绿色 这些鲜艳的颜色 因为秋季的色彩虽然都是暖掉 但是它的迷度不高 它是浓郁 但是是比较偏暗的 但暖春的妆容色彩也很鲜明 它们的色彩是绝对暖掉的色彩 只有暖春能驾驭非常纯正的橘色口 暖春的口 我们质地推荐略有珠光色别的 白红的颜色也要是明显的橘调 质地推荐压光 眼影同样要是暖掉的大纸色系 质地同样是眼光 那色彩搭配上 暖秋的色彩对比就比柔秋要高一点了 但是总体还是属于中等偏低的对比度 所以为了去还原这种天然的对比 暖秋适合的色彩搭配 第一 同色系穿搭 就是同样的颜色在深浅和明暗程度之间去做搭配 第二 临近色穿搭 比如说色板上的橙色配红色 第三 深色的中性色 去搭配色板上面一个浅一点的色彩 深秋是整个秋季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 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它们天然色彩的深 也就是说它们天然的发色 同色都是偏深的 肤色呢虽然从浅到深都有 但是它们有着和秋季另外两个分类不同的 高的色彩对比度 这种高对比可能体现在发色和肤色之间 也有可能体现在眼白和头目之间 所以它们的色盘特点以上突出的 是绝对压倒性的深色占出的 色盘的冷暖属性也会更中性一点 因为它们的皮肤底调也是中性或者中性偏暖一点 所以色盘上就会有紫红 银色 深蓝 这种稍微偏嫩一点的色彩 而暖秋的色盘上就不会有 妆容色彩上深秋的口红 眼影 颜色都会更深 口红基本上就是非常深的妆红色 稍微冷掉一点的酱紫色都是ok的 口红质地呢 哑光或者微珠光的都可以 那眼影的色彩 深色的大地色系 以及一些金属色的颜色都可以 质地上推荐用哑光的眼影 去搭配一些珠光感的深色的金属色 就会非常好看 那腮红颜色的深浅呢 要根据你自己本身肤色的深浅 肤色浅可以用浅红色 肤色深一点呢 可以用哑光的红色跟棕色混在一起 达到一种红红感的腮红 那眼影上要用深色的眼影代替出k 那从深涂来看呢 我觉得属于深秋的有刘吻 王菊还有星之雷 他们都是穿深色的衣服颜色的 绸合的气场全开 而且完美的十倍非常暗的暗红色 或者装红色的口红 同时皮肤也是添暖掉的 那色彩搭配上 深秋人以为是高色彩对比 所以他们适合第一 对比色的撞色搭配 比如说用色盘上的黄色配蓝色 第二 浅色的中性色 去搭配色盘上的深一点的颜色 第三 反过来 深一点的中性色 去搭配色盘上面的浅色 秋季人整体来说呢 是整体给人一种 沉稳高贵之性的感觉 确实在翻看了这么多 亚洲版本的秋季人以后呢 他们整体确实也是 呈现出来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如果你是秋季人的话 就大胆地拥抱 大地色系的衣服配色和妆容色彩 不要去硬拗一些 春季的鲜嫩的色彩 或者说冬季冷艳的配色 其实美的类型 都会有美的类型独特的美 那视频跟到现在呢 四季十二型的色彩详解 就已经跟完了 那关于这套四季十二型的理论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大部或者留言告诉我 或者说还有一些 我没有讲到的 大家想看的点 也可以告诉我 我会着急加到后面的视频里的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 拜拜